埃及已召回駐敘利亚大使 这个举动是阿拉伯国家旨在向敘利亚总统阿萨德斯压的一系列外交举措中的最新一项 目的是要结束他对异议人士的镇压 这些镇压已导致几千人死亡 敘利亚活动人士说 安全部队星期六在大马士革向参加葬礼的抗议者开枪 这个葬礼是为前一天在一次抗议中被打死的人所举行的 几千名民众参加了葬礼游行 目击者说一名哀悼者被射杀 同时反政府抗议者加强了反对敘利亚政府的抗议活动 在大马士革和阿拉伯市均有大批群众参加抗议 在发生苏联同时 中国副外长扎晋呼吁敘利亚各方结束暴力 并表示支持敘利亚民众下星期对新宪法举行全民公投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